画面中双方爆发拉扯 民进党家议室议员林伟轩 向每一台路过的车辆求救 助理也一路被追赶 由于情况危急 没有人敢下车帮忙 嫌犯甚至还要求林伟轩下跪 向民进党立委王美慧道歉 突然丢出这个人名 是否牵扯政治恩怨 嫌犯向警方公称 只是单纯行车纠纷 不过调查却发现 嫌犯两人早有前科 而且大老远从新北市 来到嘉义市 再加上尾随议员坐车 已经有一段时间 事后手机还有不少讯息 都遭到删除 两人征讯时也避重就轻回答 检方认为嫌疑重大 向法院伸压警戒 事隔一天林伟轩坐轮椅 走路一搏一搏 到嘉义市议会 进行第一次临时会 建议警方成立专案小组 才能揪出户后黑手 卷入其中的立委 王美慧也强调 针对莫须有的指控 会提出告诉 只不过打人的真相究竟为何 有待检警抽丝剥茧 意义清 华市新闻 陈建邦蔡孟俊许文男嘉义报道